《型戈生》 《型戈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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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做衣服的一個初衷 就是比較自私 就是我為我自己而做 而且是每一件都是我自己想要穿的衣服 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 你就會去感染到一些人 別人會引起共鳴 实际上云牛是鹤的一个延续 在做鹤的时候 我是对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 和一些道教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鹤做了两年多以后 就觉得道教这样一个主题 它的延展性和可能性会有一些限制 后来我思考了很久 然后就有一个云游这样的一个想法 像之前在鹤上面运用的那个文化比 比较有好的寓意的一些词 我可能也会延续到云游上面来 也会给大家精神上面一个加持吧 大隐于世呢 所以我是故意把那个词改成那个世界的词 因为我是要云游世界 大隐移于世界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做云游的时候 我更专注的是一个涂装的整体的感觉 而不是单独图案这样子来呈现 所以设计图案的时候 可能会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纹理 一件衣服它有一个大的轮廓出现了 那你要让衣服更加有价值 提升它的一个整体的品质的感觉 那就是在细节这方面 有很多东西 实际上都是我自己手工在做 之前想到那个五股杂粮 那怎么把那个五股杂粮运用到服装里面去 那后来就去问了很多工厂 最后是用那个树脂跟那个五股杂粮这样子融合起来 制作成那个链链 另外还有一些我会走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个找到一些天然的一些矿石啊 然后把它们就是打孔 然后来制作成一些扭扣这样子 或者是一些配饰啊 那些之类的 春夏的这一期衣服装呢 那当时呢 那我们也是去到了尼泊尔克比较特别的地方 实际上当地是上传佛教这样子 一个文化在里面 然后有时在路上就会看到前面 好几个那种长卦飘飘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当地人的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也是比较就是 那种简单朴实的 他们呢可能就是更注重的是一些实用性的一些东西 那我可能也是根据就是他们的一些 自己改良一些衣服 或者是本身传统的衣服来自己这边再做一个设计 就是他们很多人身上会有纹身 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几何的形状 然后在身上会像那个符咒一样 有不同的排列的方式 可能就把它提炼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灵感 运用到那个春夏的服装里面 像那个衣服的一些整体的颜色啊 还有一些面料的质感啊 也都是根据就是说 雨季的时候那边的一个整体的一种颜色 就是泥土啊 还有墨绿色的那种很茂盛的植物啊 还有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一种色系 然后运用到摄影机的设计里面去 我给自己的设计风格定为是就是 中国后现代古典主义 就是看似是矛盾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它有冲突感 我把一些传统东西重新设计 那可能跟现在的我们日常的一些穿着 做一些融合 这样子的话 可能大家那种接受做服装的时髦度会提升